4938的核數 欸 三個月沒中了 這麼久的時間沒有漲 突然出現了買點 又出現那個帶量 突破 加碼 至少都有高點可以嘛 總比買那些在高檔的 什麼豆腐股 吃豆腐股都還要來得好 還要不要得到一些 好的股票 好的資訊 來 先給各位預告一下喔 突破 突破 帶量 加碼點 小筆點 對 想不想知道這張股票 好 想知道 想知道的 麻煩你 加入謝一文 謝老師的LINE 說不定明天早上 你就可以得到這張股票囉 大家好 我是中站小T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分析師謝一文 歡迎收看 預約 暫停人生 嘿 老師 老師 今天早盤大漲了進百點 大漲進百點 我們的成交量 還破了近期的均量 真的是 哇 超厲害的 但是大家都想著要吃豆腐 要吃豆腐 皮炭豆腐 要吃豆腐 然後就會想說 欸 老師一直提醒大家 要重新檢視一下 調節我們手上的持股 這是為什麼呢 每次到高檔之後 到高檔之後 每次大盤當天大漲 我們都會請大家再檢視一下持股 比如說 相對性的 你手上的持股 比大盤的強弱 比其他個股的強弱 那量在增的時候 你手上的個股有沒有量增 檢視一下 你手上的股票到底有沒有人做 有沒有人玩 如果沒有人玩 你趁著反彈 是不是要先出掉會比較好 那小滴 並不是那些股票會跌 或許那些股票往後會有高點 可是以現在來講 他沒有人做 沒有人玩 沒有成交量 人家創高了 人家有人在玩 但是你卻沒有人在玩 你相對的 你在績效 分獲利上面會輸人家 那賣掉不是看他們不好 是把資金抽出來 你可以做其他的選擇 有效的運用 錢用在刀口上 所以我們常在講 大漲大跌之時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我常常會做一些 所謂的持股上的調整 是的 那或許是有些股票是小賺錢 有些股票是怎麼樣 小停損 可是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做調整就是為了怎麼樣 準備好下一波的攻擊 下一波的這個標股出現 重新做一下選擇 做一下篩選 那我相信 如果你有這樣的能力 跟時間的人 我希望你也做這樣子的動作 檢視一下 好 早上大漲 為什麼要請大家做一些 做一下不要追高跟調節的動作 來小停我們來看 這是轟天雷的這個 現在是盤中 是的 現在的時間是大概11點 11點03分 對 11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大盤 來 小停你可以看到 嘿 每一次每一次 來到高檔 來到這裡高檔之後 嗯 每一次的大量 哎呀 每一次的大量 每一次的大量 那都伴隨著開高走低 對啊 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嗯 他們一直在這邊震盪 有點可怕 對 小停 可是你看 今天的巡量大概也在這裡 是的 那今天有沒有機會開高走低 嗯 我覺得有 有這個機會 對啊 早上已經大漲了 現在有點怕怕的 對 所以早上大漲白臉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會員 我也真的做了很多 賣出獲利了結的動作 那我也告訴 參加我們LINE的這個粉絲 跟投資人們 這邊先不要追股票 先不要追股票嗎 這邊先不要追股票 所以我今天一檔股票 都沒有丟給大家 哦 那把昨天跟前天 丟給大家的股票 稍微做一下短線上的獲利了結 先做一個整理 好 等一下我會舉幾檔 尤其有一檔 今天盤中海所漲停的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我們在漲停滿附近 把它賣掉 老師檔一檔你幹嘛賣 老師 非凡都是樂樂報 這一檔你幹嘛賣 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昨天買今天就賺了嘛 對 老師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解釋給大家聽 到底是哪一檔 我們先來看大盤 今天開高走地的 走地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是的 因為它的均量也來到了 所謂的 我們剛剛所講的 近期來的均量的這個高峰期 已經超過了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們現在盤中嘛 你到尾盤的時候 你可以來看一下 會不會有點開高走地的狀況 好 那這是其一 其二呢 來 我們回到我們的這期的決戰籌碼 好耶 我們跟各位講了 好 近期來講 高檔震盪判斷的原因在於哪裡 來 很簡單嘛 因為它紅番綠了嘛 嗯 也出現賣訊 對不對 那就已經不是所謂的 齊頭式平等 決戰籌碼上面也看著 今天出現綠棒了 其實綠棒好像 你會覺得說 老師好像反市場 投信昨天大買耶 對啊 可是你總覺得這個行情 就不會因為有人大買的怎麼樣 大好 就是某一些個股 有些人想要吃豆腐 吃豆腐 然後就是說 這個ETF要上了 他們要買幾百億 幾十億 就某些個股來講 所以我們就先買 可是真的上了以後呢 很多人說要吃豆腐 小心你買到高級高檔的豆渣 高檔豆渣 對不對 還可以配醬油 哈哈哈 變豆漿了 大家變豆漿了 對對對 所以還是請大家小心 好 我們就來舉例子了好不好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大盤上 我們就來舉例子哦 好 比如說來各位 2385的群光 是 該買的時候在哪裡 小弟 該買的時候應該在這裡吧 底部可以直接連續的買點其他 三次撿到錢 來到這裡了 我們現在在等賣點 現在還有人就告訴你說 這一檔股票 我們來怎麼樣 來吃豆腐 來吃豆腐 我不敢保證你一定賺錢或賠錢 我也不敢保證其他分析師講的是 對的還是錯的 是的 可能就我的觀念來講 就我的想法來講 現在你發現來到高檔之後 我總覺得我在等賣點 我在找賣點 我在找我的理由賣了 可是你卻現在告訴我說你要吃豆腐 我已經不只講第一天了 前幾天講的時候還沒有漲停碼 我們說你或許你做短線 你隨時都可以做 可是你不要把它當作是波段的標的 為什麼 畢竟他來到高檔 對啊他都長這麼一大段了 真的該買的時候在這裡 所以我稱為這個位置叫做什麼 叫做高檔的豆渣 高檔豆渣 小婷我們不要看不起豆渣 豆渣有利用價值 你最基本還可以做肥料 對啊 還是有利用價值 可是各位那個剩餘價值是算很低的嘛 對啊 大家不要去做肥料啦 那個剩餘價值真的是不高了 所以你要去做他我不反對啦 那你到時候掉下來賠錢 你就不要怪我說 老師940不是說要買 啊怎麼都沒有上 好 那我們就跟各位講了高檔 這個希望嚴禁於此 但是緣分不要禁於此 好我們還希望這個 你還是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看我們的節目 或者是看我們的股票 是的 6239的歷程 該買的地方是在這裡嘛 嗯 底部可以直接出現連續三次的 買進訊號兩次加碼 是的 那現在開始都已經在等賣點 我們在等賣點的 你說你要吃豆腐 那你會就讓我覺得有點 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來到這裡才要去 才要去買他呢 太晚進場了吧 那會不會就是說 很多人在講這張股票 要吃豆腐的過程當中 你去買了以後 結果人家丟出來 哎 那怎麼辦 有這個可能 那你就是變成高檔的豆渣了嘛 你就不是吃豆腐了嘛 好 但是舉幾個反例給各位看 特別的反例啦 是的 那 一樣都有在成分股裡面 可是他比 他的比重可能沒有這麼高 可是他相對在低檔 他的安全係數就稍微高一點 風險係數稍微小一點 比如說來 4938的核數 哎哎三個月沒中了耶 三個月都沒有動 你說伺服器代空 除了有紅海南 到核數不會有嗎 怎麼可能 因為蘋果最近的 手機的效用下來嘛 他部分一定要怎麼樣 讓他的生產線去做一些所謂的 其他的代工嘛 對 當然紅海的品質很好 但是核數也是OK的啊 那 這麼久的時間沒有漲 突然出現了買點 哎 又出現那個代量 突破加碼 至少都有高點 都可以 都至少都有高點可以嘛 所以你說 做代工要漲到什麼時候 要漲到什麼很持續性很難啊 哦 真的很難 因為代工畢竟他的毛利有限嘛 對啊 可是一樣嘛 我們跟各位講 總比買那些在高檔的 什麼豆腐股 吃豆腐股 都還要來的好 嗯 我再舉一檔這個 昨天我們剛 節目開始所講的 是的 這檔股票我們昨天買進 哎 昨天為什麼買它 這裡其實可以買啦 可是這裡少了一個確認 什麼確認 你知道嗎 我們常講 代量突破加碼 為什麼昨天買 來來來來來來來 大家看好 把手貝都快點 打算一下就知道 昨天怎麼樣 超過了 代量 嗯哼 突破平台 突破平台 這裡嘛 我們昨天去做買進 好咧 今天收漲停 那有人問說 老師啊 為什麼今天要賣 各位 神達這一檔股票 平均以前的前次高點的最大量 大概20萬張 20萬張 今天 絕對超過20萬張 所以 合理的可以告訴我們 相對的這個量價關係來講 已經來到高點 相對高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先出一趟 可不可以先賣掉 都已經這麼高了 先賣掉 也不是說這麼高啦 而且我跟你講 投信跟外資昨天兩大外資 兩大法人聯手同碼 可是他吃到一個消息 就NVIDIA公布了一個 所謂的伺服器之後 他的伺服器的合作廠商 有四家是跟神達式合作廠商 有四家 所以這個題材有連接性有相關性 但是稍微薄弱了一點 因為他畢竟就是題材 還沒有實際上的入到口袋 他就是一個題材 那這個題材伴隨之下 所以他怎麼樣 昨天搶今天搶 外資跟投信聯手大滿 可是各位 這個量能 能夠創造 預估量超過20萬張的股票 絕對是有法人在盜啦 一定是有人在做 一定有人丟 有人在做 但是也有人在盜 這麼大量 你看到一萬多張 所有一萬都要被消滅掉 對啊 因為漲停板有打開嘛 所以短線上出正不正確 明天可能還有一個小高 那我們就不要苛求了吧 對啊 我們就兩天一根漲停板 我覺得就操作來講 也算是OK啦 對 有賺到錢了 好這個昨天小T不在 小T昨天出外景 對我昨天去出任務 我們昨天講這檔股票 來一樣嘛 為什麼昨天要告訴各位 除了有買訓之外 來小T 會講了吧 突破我們的平台高 突破 帶量 平台高 突破 帶量 帶量 小B點 今天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棒 漲停板 漲停板 所以各位 還要不要得到一些 好的股票 好的資訊 來先給各位預告一下 有預告了 我們先來偷偷的把它遮起來 好不好 好勒 我們先來偷偷的遮起來 來再把它擋一下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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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量 帶量 小B點 對 想不想知道這檔股票 好想知道 想知道的 麻煩你 加入歇文 歇老師 說不定明天早上 就可以得到這檔股票了 再來看 再來遮一下 來 他沒有突破 沒有帶量 沒有突破 股票太高 可是怎麼樣 為什麼 好久沒有出現買點了 跌了一大段 現在是進場的好司機 起漲剛剛才出現買訊 他也沒有納入 所謂的成分股裡面 當然有 但是是小的 你看不到的 所以各位想得到 剛剛起漲的股票 安全係數又高的股票 都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都在我們的 這個投資人 跟這個 所謂的粉絲的這個 Light裡面 都是謝一文 謝老師的官方來 只要你加入 就能夠得到這些股票 我們把時間交給小提 如果不想錯過 每日精準的投資資訊 一定要加入我們 謝一文謝老師的 文言官方Light的帳號 你就不會變成豆腐渣啦 當然喜歡我們的節目 也歡迎每天收看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了 大家掰掰 謝謝小提 謝謝大家掰掰 您總是在等解套嗎 總是措施好的買點嗎 想翻倍獲利 一定要在第一時間 跟上我的腳步 首先 先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ght 並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